因为对中国历史和汉语的热爱,三年前,乌克兰人伊琳娜从家乡利沃夫来到西安,成为了西安外国裔大学的一名乌克兰裔教师。 而她的丈夫尤里也凭借其多年的专业技能,在西安外国裔大学教授空手道,这对文物双全的夫妻成为令人羡慕的校园侠侣。 伊琳娜告诉记者,尤里从事空手道运动已有40余年,两人的结缘也是不打不相识。 当年伊琳娜读大学时开始学习空手道,尤里是大学的体育老师,在一次空手道练习时,她将尤里的眼角打伤,缝了五针。 在照顾尤里的过程中,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。 伊琳娜称,除了空手道外,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学习语言,在汉语的召唤下,她率先来到了西安。 随后,她的丈夫尤里和女儿也一同前来,三口之家再次团圆。 刚来的西安的时候,我在这里职一个人,但是之后,我们西安外国大学的领导们帮助我老公,让他来西安上班。 我老公在这里也上班,他教体育,还教在这里空手道,空手道是他的一辈子的事情。 在教室里,尤里正带着学生进行空手道练习,一招一拾,刚无有力。 尤里会的汉语不多,与学生沟通,全靠伊琳娜翻译。 两人教学风格迥异,但却配合默契,这种独特的组合吸引不少学生开始学习空手道。 然后两个人的风格呢,就好像就一刚一柔,就是尤里老师他会特别的严厉,特别的认真。 然后过我们教动动作的时候也会很用心。 而那个杨阴老师呢,他特别温柔,他很耐心地过我们翻译, 然后也就是帮我们打破了这个沟通和语言上的障碍。 尽管尤里汉语说得很一般,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西安的热爱。 无论是美景还是美食,他都乐于享受。 在伊林娜看来,西安与家乡利沃夫一样,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, 在这里他逐渐找到了家的感觉。 如今,自己和丈夫事业顺利,女儿也开始在西安上学, 全家都把西安当作第二故乡,希望长久定居于此。